大家好 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问我 陈寗 你买这 iPhone 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三镜头呢? 你这不是爱慕虚荣吗? 让大家觉得你用比较贵吗? 其实我必须说啦 爱慕虚荣应该是这玩意 不是这玩意 好不好 所以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一定要买这三镜头 因为三镜头对我的工作是非常有用处的 有用处在哪里呢? 我们有一支影片叫做长焦段的压缩感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先看他 或者是你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再去补完他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在摄影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当你想要把一个前面的物体 跟他的背景拍得融为一体的时候 使用长焦段的压缩感 这听起来很厉害的名词 这个长焦段的压缩感来拍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而 iPhone 他的三倍镜 就可以提供你拍出这样子感觉的照片 比如说你现在划我们这个沙龙的 IG 这边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了就可以到我们的 IG 你看我们的照片呢 那些饮料什么的 跟这个鹦鹉螺 F1-10 跟我们的音响设备拍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是看起来这饮料很大 喇叭看起来也很大吗? 看起来好像饮料就贴在喇叭上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用这个长焦段镜头 也就是 iPhone 的三倍镜 去拍出来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拿我的 iPhone 搭配这个两瓶这个 Logfine 的 Whiskey 还有后面的鹦鹉螺 实地的示范给你看 到底这个长焦段的压缩感 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等一下就用这 iPhone 来拍 那我们就开始啰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来拍这个 Logfine 的 Whiskey 那通常呢 我们在拍的时候应该说一般人 通常你拿出你的相机 开启人像模式因为你只要用人像模式拍 他背景会模糊 可是往往都会用到一倍镜 那拍起来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直接来拍一张看一下 大概呢 这个 Logfine 可以看到隔线 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两条线中间的高度啦 就这个样子 然后拍一张 好 这个呢 是通常人拍的照片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Logfine 的这个 Whiskey 你是拍得很清楚没有错 可是后面的鹦鹉螺 不见了 因为根本就被这个 FINE Whiskey 给遮住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来 只要一只手指头 这里呢 给他点成三倍镜 然后 我们稍微后退一点点 然后让 Whiskey 呢 也是 这隔线 就是我们依照这个可以看到他的比例嘛 他刚好在两条隔线中间 然后 对好了之后呢 再按快门 来看一下照片 有没有 Whiskey 也很清楚 后面的鹦鹉螺 也整只都拍进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另外那支影片 有跟大家讲过的 所谓的 长焦的压缩感 就是这样的概念 你用长焦的镜头呢 就可以做到把这个主体 跟后面的背景呢 拍得看起来好像距离很近 而且后面也很大 前面也很大 对于你拍一些小东西的时候呢 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再复习一次 平常呢 你在拍照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用一倍镜 就像这样子 来直接对准了之后 然后按下快门 可是呢 拍出来的照片你会发现 只有主体清楚 后面的东西呢 根本看不到 什么都没有 你只看到后面有一堆 囊囊的景 可是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 这个时候 你只要伸出你的手指头 把他按成三倍镜 然后呢 我们稍微后退一点点 那稍微把这个 前面的对准 后面的鹦鹉螺也对准 OK 按下快门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有没有 威士忌也非常的清楚 后面的鹦鹉螺 后面的F110呢 也非常的大 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就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 这就是为什么我都跟你说 如果你买iPhone 而且你有要拍照的话 这iPhone的这个Pro 或者是Pro Max系列 三镜头的版本 是非常值得买的 因为这个三倍镜呢 他其实相当于大约是72mm左右效果的镜头 就跟我用那单眼相机 装那颗望远镜的焦段 是非常相近的 在你拍照的时候 就可以让你有更多可能 尤其比如说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你要拍那个菜 要拍那个饮料 然后呢 这个餐厅很漂亮 你想要把这个饮料跟餐厅的背景 把他拍得说 哇 看起来很漂亮的时候 这个三倍镜就可以帮你非常大的忙 所以这三颗镜头就是这样用啦 那至于还有什么样其他的iPhone 技巧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通知了 这样子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我拍这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 那就OK 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 陈寗 我还有一些我想知道的东西 你可不可以教我 没问题 在影片下面留言 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